央视作为中国电视媒体的领头羊,其节目选择和推广能力一直是业内公认的。 最近,央视推出的新剧《江山如此》多交首播,即创下全国术视第一的佳季,再次证明了央视在选择和推广电视剧方面独到的眼光。 而剧中男主角于世的表现尤为抢眼,他的精湛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,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。 央视的选剧眼光再次得到验证《江山如此》多交的首播成功,不仅为央视带来了巨大的收视率,也再次证明了央视在选择电视剧方面的专业和精准。 这部剧集以其精良的制作,紧凑的剧情和深刻的主题,迅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 央视的这一成功选剧,无疑为其在电视媒体中的地位增添了新的光彩。 央视的出色表现,赢得观众认可,在《江山如此》多交中。 央视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复杂情感和丰富内心世界的角色。 他的表现极具感染力,无论是在表现角色的柔情,还是展现其坚强意志时,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 央视的出色演技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认可,也让他在演艺界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 从《默默无闻》到《一夜成名于是》此前虽然参演过多部作品,但一直未能获得广泛的关注。 江山如此多交的热播,让他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活小的明星。 他的社交媒体粉丝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上升,各种商业邀约和媒体采访也分支他来。 《于是》的成功,再次证明了只要有才华和努力,就能在演艺界获得成功。 央视与演员的双赢局面,央视的这次成功选剧,不仅为电视台带来了高收视率,也为《于是》的演艺生涯带来了巨大的转机。 这种双赢的局面,是央视与演员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央视凭借其强大的平台优势,为演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,而演员则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为央视带来了优质的内容和高收视率。 未来的发展值得期待《江山如此多交》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,《于是》的演艺生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随着他在演艺界地位的提升,未来他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更多优秀的作品中。 我们有理由相信《于是》将会继续以他的演技和才华,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。